東亞運動會開幕典禮將於下月5日舉行 屆時會在維港搭建以海浪為主題的舞台 培爾花旋巡遊、煙花會演等 當局預計可吸引數十萬名市民到場觀賞 韓傳報導 開幕式在12月5日晚上8點開始 歷時1小時30分 號資4千萬 典禮會由四幕表演組成 包括文藝表演創造傳奇 超過40艘採船巡遊 燃點東亞運火盆 以及大型煙花會演 去年的京澳班底負責策劃製作開幕禮 整個開幕式的場面以維港實景作為背景 以海面作為最大的舞台 當晚更會作著劉德華、尼克勤 和容祖兒等的明星表演 盧健康希望將開幕式做得完美 終點用了京澳的人力物力 我們這次的引導員 特別邀請了國內的一些志願者 這志願者包括參加我們奧運會 開幕式的引導員 文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預計 當晚會有幾十萬市民在維港觀賞 另外17歲游泳好手劉俊良 在9月香港國際公開游泳錦標賽後 驗出對類股純情陽性反應 被國際游泳停賽兩年 曾德成好關注事件的發展 並表示劉俊良不在東亞運選手名單之列 城市電視記者 刊全報導